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让影迷对蜘蛛人漫画更有兴趣 从情报图中可以看到标准黑色外盒上有着核组名称 蜘蛛人攀爬的模样化作巨幅作品 成为核组封面的主体 底面还多了一些圆圈渐层 The Amazing Spider-Man翻译为惊奇蜘蛛人 1963年Stanley以及史蒂夫·底特科创作出了蜘蛛人彼得·帕克 并以他为主角展开漫画连载 而故事直到今天都还持续创作中哦 蜘蛛人的热潮真的是历久不衰 下方标示着核组资讯 核组的片数是2099片 而在蜘蛛人穿越新宇宙中 蜘蛛人总部的首领米盖尔·欧哈拉 就是在西元2099年不慎变成蜘蛛人的哦 巨大框架内颇排着建层绿色的圆盘零件 上头用软石长杆连接 并且弯曲成猪网的模样 点缀着许多只2010年改款的长腿蜘蛛零件 看起来还真的有点让你鸡皮疙瘩的耶 而正中央用蓝色还有红色平板 错落拼成蜘蛛人的外貌 黑色平板成为服装的皱褶影影 背上呈现经典的蜘蛛图腾 这个在新鲜的蜘蛛人人偶身上也可以看到哦 蜘蛛人的脸孔上印着珠网线条 而双手采用卡扣零件 让蜘蛛人的手攀附在画框周围 充满准备破图而出的奇妙错觉 右下角放上了皇帝名牌 呈现的就是惊奇蜘蛛人的漫画标准字 图中蜘蛛人攀爬的姿势 除了至今2002年逃比版电影海报之外 更是参考了1963年出版的第100期封面 而这个也是Stanley负责编剧的最后一期哦 室友们如果有订阅Disney Plus 很推荐大家去看看最近上线的Stanley纪录片 可以深入了解漫威之父有趣又珍贵的往事 另一张是合图背面的情报图 铺排着几张情境照 你头上能够将这幅画悬挂在墙上 当做日常里面超帅气的展示 而蜘蛛人头部底面有着特别的设计 看来能够调整摆动哦 从散落的砖里可以看到这次使用的一些特别印刷 光是漫画的标准字印刷砖 资深蜘蛛迷就绝对是必收的了 高54公分宽21公分 整体呈现长方形的模样 同样能从说明书的QR Code下载专属的音档 能够透过专业人士的Podcast访谈 更加了解这位邻家英雄的幕后故事哦 2系列用痘痘砖来呈现许多经典人物的神韵 先前我们曾经展示过钢铁人的三套装甲 这次选择漫威人气超高的蜘蛛人作为主角 31209 惊奇蜘蛛人 将成为你生活中最帅最酷的展示 你会入手收藏吗 蜘蛛人粉丝们会有爱吗 欢迎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哦 别忘记订阅惠客室频道 发现更多核主故事与彩蛋细节